第1章节 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讲讲 生意的奇正虚实 你发觉在第1章节里 我都讲了一些基础 现在,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去学习一些 听不听得明白,不重要的 但当你知道了这个基础的理论 往后,你不停地 究竟去跟自己说 我是在买奇,做正 我是在买虚,还是在买实 其实,奇正虚实 四样东西是要不停地去互补 不停地去重复 甚至像一个船窝一样 只要你掌握到奇正虚实的韵律 你的生意就会滔滔而来 在这张图里,大家都看到 首先,第一步 我们的心意要正 我们一定在走正道 我们一定要做客户最大量需求的东西 我们能帮到客户 这个才是一个正道 第二步就是我们用期 究竟我们如何将一些正道上的东西 而我们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去带给客户 而令客户知道 容易收集我们的信息 作而购买我们的服务呢? 第三步就是实 你必须要有一点实 当你的实不断累积的话 你就会有虚的出现 第四步就是虚 虚就是代表价值 我们是从实的一步一步 一点一滴的服务 或者态度 或者产品的质素 是令到别人去觉得我们的品牌 或者我们的商店 是有诚信度高 和服务度高 这个就是价值 我们称之为虚 简单地说一说 在运营的动语症 其实动语症里面 就是一盘生意 究竟我们是工 是手 我们在做的一些 我们对外的行业 还是对内的行业 我们的工作究竟是面对人多 还是人少 在行业的 我们是做一个动态的行业 还是静态的行业呢? 究竟 什么时候才是主动和被动 收购和合拼 或者去卖出我们的企业 还是我们收购别人的企业呢? 接着我们看到运营的平衡了 其实所有东西都不能执在太一边 太多的虚 太多的实也不行 太多的被动也不是那么好 太多的主动也不是那么好 在运营里面的平衡 我们是说到 不要太急 或者不要太慢 不要太多 不要太少 究竟我们是卖价值 还是在卖价钱呢? 我们是必须去平衡的 又或者我们在说 我们是需要宏观我们的企业 还是微观呢? 我们要先打响了名 才有利 还是有利才要名呢? 虚荣不要太多 在市场上 我们亦都要留意 供求的平衡 价值的平衡 和价钱的平衡 接着我们看到 当运营的动语症 和运营的平衡 大家是可以结合成为运营的建构 即是说 我们在整个旗正虚实里面 其实是不断地跳动 例如 价钱和价值 譬如 如何从淘宝 到阿里巴巴这个大的企业 譬如 房子是确实的 但是 不停地收租 和升值 就是虚的 又或者 譬如 Sanreal的公司 它的Hallokitty 是一个IP 是虚的 但是它所摆在这些产品的时候 将虚的品牌 摆上去实的产品 那产品 就会卖过不停 所以 虚实的结合 是非常之重要的 又假设 譬如 如果你和一个朋友 开一间model公司 但是 可能你或者 和香港小姐 开一间model公司 这个就是 实与虚的混型的建构 所以 我们必须要正为首 这个是人性的一些需求 这个是道 接着 我们如何去做期呢 这个就是供应的方式 最后 我们看到正是为首的 期为次 然后我们就出现了 期正的平衡组合 这个亦都是生意 最能够恒久永远的一个组合 期正的动与正 就是告诉你 究竟 需求和贩卖的手法 究竟是怎样呢 有时要主动出击 有时要被动 静如止水 表达的手法 不一定是要层出不穷 反而有时候 你不断表达虚的忠诚 这样沉淀也很重要 究竟你长期 是用实的来打 还是虚的来打呢 其实答案 虚实也要不断并存 在其正的动与正里面 我们必须要得到一个平衡的 有时候 你不一定要握住其他人的需求 你才可以去主动 在其正的动与正里面 其实我说过 正 就是人本身的需求 其只不过是一个表达的方法 但有时候你不一定要等真正的需求出现 有时你可以创造你的需求 其实有很多需求 根本这个世界是不知道有的 而当你做了一个产品出来 其实告诉他 原来你需要这个需求 这个也是一种创造需求 就像一部手机这样 原本出手机的时候 是不会有手机套的 当你出现了手机套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创造的需求 当你创造需求的时候 别人就会觉得 我有这样的需要 这个也是我们叫做奇正的平衡 有了奇正的平衡 这样奇正的运营 就不断地重重复复了 譬如饮食就是时事 创造新的需求 譬如这一轮就流行一人一摩 那一轮就可能流行日本菜 接着就可能又有这个铁板销 所有的东西都是创造需求出来的 所以你的正是不一定死板的 那个正都可以想如何创造需求 又或者像近期的Party Room 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去哪里 倒不如我创造一个正 这个正就是Party Room 这个Party Room 就是一个可以大家在一起聚会的需求 至于其是如何去表达 这个就是Party Room内的内容和设施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正的起步 再加上旗的运营 就等于虚实的注入 当虚实注入里面究竟何时多何时少的话 那我们就要作出不同的不停修正 这个是永远永远都要修正的 最后你会得到一个永恒的 就是旗正虚实的混合在一起 当你明白的话 其实正期是不止在你一盘生意的这一刻的时间 你的正期运作还是在未来你的生意 往后的日子 都要不断将正期虚实不断去变化 源源不绝 这一种叫做正期的不停转换 最后我解释一下这一幅图 其实正的就是代表我们生意核心的一个独特性 二就是旗 就是说我们生意技术的发展性 三就是实 是说我们生意系统的复制性 最后四去到虚 就是说我们生意品牌的扩展性 当大家明白生意的奇障驱实之后 你会发觉原来生意的运率是由你自己设计的 究竟整个布局如何设计 这个运率就要靠你自己 可能在第二节里面 这一个部分你会觉得是比较复杂一点 我相信也是十二节里面最复杂的一个环节 但如果你能够了解或者误到其中的一个部分 对你往后日后做生意 是大大地去帮助你提升的 接着来这一节 我开始要告诉大家 大家都想你的生意不断地发展 不断地持续 其实生意有一个三角形 究竟我们做生意是要做得很大 做得很快 做得很久 还是样样想有呢 我想大家不要那么贪心 首先去听一下以下来我所说的一些简单的法则 你就知道如何可以做得大 做得快和做得久 生意如何做得大 做得快做得久的 我们首先握着这个元素就是 複製持续速度 複製不到的生意做不大 持续不到的生意做得不够快 複製不到的生意做不大 持续不到的生意做不久 速度不够快的生意做得不够多 首先我们讲一下究竟如何复制到我们的生意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必须要拥有资源性 资源性是令到我们可以容易复制 而资源我们是讲究如何稳定 当有稳定的资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复制了 但如果资源不稳定的话 我们的复制就不会成功了 接下来是流程性 流程性我们要讲如何准确 因为流程如果不准确的话 那就是整个流程链就会断了 流程性的准确是可以令到我们的生意 更加有效地复制和做大 接下来的就是循环性 循环性是讲我们如何调整 因为我们要不停地转动转动 用重复重复的整个循环性是横幻紧扣不可以错的 所以我们要必须有效的定时间调整 譬如可能一些新的人加入了 或者可能一些新的事物 新的项目加入了 我们都必须要调整 最后就是系统性 系统性是我们不停地去更新 当我们不停地更新系统 可能我们会用新的电脑 或者用AI 或者可能会用一些得的人 可以依赖电脑 我就会建议大家尽量依赖电脑的软件 因为现在这些软件已经很方便 写得很完美和去到云端了 所以你都不会说不见了你的所有数据 所以生意要做大复制 是必须要有资源性、流程性、循环性和系统性 而生意做得久的话 这个就讲持续了 生意做得久需要持续的话 其实走不出几样东西 第一个是跟进制度 第二个是节日的焦点 即是你如何掌握所有的季节性 第三是统计及修正 第四是关系的沉淀 第五是系统的更新 第六是趋势的竞争力 而最后当我们能够拥有这些持续元素 我们可以持续收购和持续合并其他企业 大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生意要做得快的 我们就是讲速度 我们就像一个图表那样 就像一架车的一个咪标 这个咪标我们怎样可以走到速度最快呢 第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有电子的推动化 在现在的坊间里面 我们要必须借助一些电子推动 例如一些社交媒体 又或者可能Amazon 或者在香港的Hong Kong TV Mall 这些电子推动法 都是令到我们的产品和品牌 更加快速地让人知道 甚至乎是让人购买 另一种加速方法就是加盟化 其实去年所有的大企业 全部都是加盟地分布到全球 你看到的7-11 现在加斯 很多很多都是不停地加盟 加盟的而且确是令到我们 生意的速度可以急速地提升 而做得快的 最后一样就是人工智能化 在今天的速度里面 可能你还是用一些传统的方式 可能不行了 你必须要人工智能化 然后再去放低一些 尽量是AI智能化 又或者可能是系统化 又或者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量化 将它复制持续走得快 你必须要有复制持续 然后你才可以调校你的速度 所以如果你生意想做得快 必须要在速度上提升